第144章适合霍宇浩的魂兽 上 王东本来就已经极为英俊了 此时在那光明女神蝶双翼的衬托下 哪怕是冷凹的暮雪也是呆了一呆 而为那美眸之中更是一彩连连 在魂式的武魂之中 各种特殊存在都可能出现 而可以用漂亮来形容的却是少之又少 尤其是兽武魂 王东这光明女神蝶武魂一出 那蓝色与金色的完美结合 以及全身散发出的高贵 典雅 怎能不引人瞩目呢 墨飞云一行人甚至没能认出 他的武魂是什么 赤火猴的攻击可不会因为 王东的武魂绚丽而停止 第一波火球过后 他们又重新扑了出来 那只赤火猴王似乎也感觉到了 墨飞云不好对付 速度奇快地钻入树林之中 消失不见 而大小不一的火球 却不断在赤火猴身形闪烁 之间飞射而至 墨飞云一行人的整体实力 立刻展现出来 没有任何人出现惊慌的情绪 各自释放出武魂进行抵挡 其中 比较吸引霍宇浩注意的有四个人 那位敏弓系战魂王北汤的武魂 乃是一根长达三丈的竹竿 通体量子 长度随时都在发生转变 挥舞出一片片竹影 火球被竹影抽中后并不会引爆 反而是被甩飞 再有就是坐镇后防中央的那位 仇向东了 他的武魂也很有特色 是一根粗入水桶 长约一丈二的柱子 柱子通体光滑 散发着淡金色 充满了金属的质感 也未见他如何动作 柱子总会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 而火球轰击其上 却并不能撼动其半分 最让霍宇浩惊艳的 近是那名叫慕雪的女子 虽然他的修为和外围众魂王 魂帝甚至是魂圣不能相比 但他的武魂却令霍宇浩感到相当亲切 而且魂迹也是威力非凡 释放武魂的瞬间 慕雪那一头黑色长发就变成了白色 眼瞳之中的含义也更加强盛了 只见他双臂抬起 两黄翼子三个魂环升起 伴随着第一魂环的闪亮 无数雪片就已经挥洒而出 弥漫在空气之中 空气中的温度也是飞速下降 是的 它的武魂是雪 雪片纷飞之中 所有穿行期间的火球 都会被不同程度的削弱 浓郁的寒气 令赤火猴带来的燥热一扫而空 更为奇特的是 这些雪片像是长了眼睛一般 朝着那树林间的赤火猴飘去 凡是被雪片碰触到的赤火猴 速度就会明显地变慢几分 慕雪的武魂不但是雪 而且是走控制路线的雪 虽然它施展的只是第一魂计 但却立刻令所有人的压力降低了许多 墨飞云并没有急于出手 去攻击那些林间穿行的赤火猴 只是守在正前方 同时观察着周围伙伴们的战斗情况 魂兽的感觉都是很敏锐的 因为有它的存在 正面的赤火猴数量最少 霍宇浩三人的压力自然也就小得很 只有王东释放出赤一闸刀 不时劈开一个个火球 霍宇浩和萧萧甚至连武魂都没释放出来 王东那一黄梁子三个魂环 也是令莫飞云大师一惊 第二魂环就是千年级别 这可不只是一个好学院就能培养出来的 被动地抵挡了赤火猴攻击片刻 众人已经摸清了这群赤火猴的实力 莫飞云释放出的云雾在空中千变万化 正面的赤火猴攻击根本无法穿透 反而被他那云雾所化的箭矢不断攻击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十几只赤火猴死在了他手下 霍宇浩冷眼旁观 以他对高阶魂师的了解 立刻就判断出这位魂圣并未用出权力 显然是有所保留的 沐雪身边的维娜看上去十分清闲 也没有释放出五魂 反而是很有兴趣地 一直看着王冬背后绚丽的痴疑 就在这时 突然间一声力笑响起 一道火红色的身影骤然从侧面冲了出来 与此同时 大片的火球也在同一时间 从四面八方爆发 全力压制众人 隐藏在树林中的赤火猴王 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一连三颗直径超过一米的大火球 将侧翼一位敏宫系战魂王轰击的节节后退 终于被破开了一道缝隙 赤火猴王速度奇快无比 一闪身就从那魂王身边钻了过去 一双利爪张开 直扑为那 莫飞云在赤火猴王曝出的一瞬间就发现了 右手一抬 一团浓烈的云雾化为拳头直奔赤火猴王轰去 但也就在这一刻 一道金红色的身影宛如闪电般袭来 悍然撞击在那团云雾之上 云雾溃散 那金红色身影也已经到了莫飞云面前 猝不及防之下 哪怕是身为魂圣级强者 莫飞云也是大吃一惊 他万万没想到 在这群赤火猴之中 还隐藏着这样一个强者 身体周围的白色云雾骤然阴沉了几分 化为一面盾牌挡在身前 轰 云雾再次溃散 莫飞云竟然被轰击地飞了出去 而这个时候 那只赤火猴王的利兆 也已经到了维纳面前 这一切的变化来得太突然了 众人谁也没想到 赤火猴群中竟然还有强者隐藏 并且制定出如此阴险的战术 那只赤火猴强者 甚至连霍宇号的精神探测 都没有发现 距离维纳最近的是沐雪 但沐雪在她身体的另一边 不过三环修为的她 面对超过五千年实力的赤火猴王 本来也不是对手 更别说是如此突然的情况啊 队伍中莫飞云一方的其他魂王 魂帝对莫飞云的实力太过自信了 这时在想救援已经慢了一步 眼看着维纳就要被攻击了 而维纳自己 似乎竟是没有半分要抵挡的意思似的 就在这时 一道暗金色的光芒 毫无预兆地骤然在维纳身前亮起 一尊直径一米的大顶 横跟在她与那赤火猴王之间 不仅如此 那大顶居然在瞬间变大 浓烈的暗金色光芒向外一张 硬是撞在了赤火猴王身上 同时也将维纳顶开 千万别小看这简单的阻挡 生死瞬间 片刻的抵挡已经足以改变整个战局 赤火猴王一双猴爪拍击在三生阵魂顶上 迸发出刺耳的金属铿枪声 但却丝毫无法撼动这大顶的威严 在以暗金孔爪雄作为魂环的顶之威面前 她的攻击力还远远不够看 木雪显得要比维纳冷静得多 一把拉过被三生阵魂顶推开的维纳 身上的第三魂环瞬间亮起 只见那赤火猴王脚下 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光环 紧接着 以她的身体为中心 雪花飞舞 竟然汇聚成了一个高达三米的龙卷风 在那雪片飞舞之中 赤火猴王竟然被暂时困在气中 好强的控制系魂迹 霍宇浩暗吃一惊 通过精神探测 她能感觉到 木雪释放出的这个魂迹乃是顺发的 只要脚踏实地 根本就没办法闪躲 必然会被命中 在控制系魂迹中 这种能力被称之为强控 除了硬池之外 没别的办法 赤火猴王身上火光绽放 修为上的差距 令木雪这个名为雪龙卷的魂迹 并不能困住她太久 但是 就是这短短两次呼吸的时间 已经决定了这只赤火猴王的命运 先前被她撞开的 闽宫系魂王瞬间杀回 一双短刃 在第五魂环闪耀的过程中 瞬间来回穿行13次 在那赤火猴王身上 留下了数十道伤痕 一道紫影也在不远处高高扬起 那扬起的后的紫竹 就像是一张晚起的长弓 然后再带着一连串的残影 悍然抽下 扑 赤火猴王被硬生生地砸倒在地 惊者古断的声音 在场每个人都能清楚地听到 紫影收回 重新回到北塘掌握之中 刚才那一瞬间 她的紫影竹长度 竟然达到了接近六丈 两大魂王联手 在沐雪的强控之下 终于击杀了这只赤火猴王 与此同时 墨飞云这一行人 也像是被激怒了 一时间各种强大魂迹 不断释放而出 临间穿行的赤火猴再不从容 只不过是几次呼吸之间 就被杀得七零八落 赤火猴王被击杀的同时 霍宇浩关注的目标 也转移到了另一边 那阻挡并且缠住墨飞云的 也是一只赤火猴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赤火猴才对 金红色的毛发 就算不释放魂力 也如同烈焰在燃烧一般 它的身高不过三尺左右 但气势却远非那些赤火猴 所能比拟 在赤火猴这个族群之中 秀为超过万年 就会有一次退毛重生的过程 毛发会变成金红色 被称之为赤火猴 也就是说 这只缠住了墨飞云的赤火猴 才是这群赤火猴的真正猴王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在感觉到眼前 这些人类相当强大的情况下 依旧没有退去的原因 只是可惜 魂兽毕竟是魂兽 他们就算会安排一定的战术 也不可能和人类比智慧 依旧轻敌的待 价值有一个 那就是死亡 眼看族人被杀 这只赤火猴也急了 牙子必报的性格 令他根本没有半分退去的意思 而墨飞云显然也被刚才 险些酿成大祸的局面激怒了 他真正的实力也展现了出来 第144章 适合霍宇浩的魂兽 终 云雾从白色先是变成了黄色 然后又变成了紫色 再次幻化出的各种攻击 威力至少要比先前强大了十倍 万年赤火猴的实力虽强 但竟然被墨飞云压制的 根本没有半点机会 只见那紫色云雾飞快地张开 万年赤火猴就已经被圈入其中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 也就到此为止 没有试图进入那紫色云雾之中 因为在潜意识中 他感觉到那紫色云雾 哪怕是对于自己的精神力 都有所影响 虽然不至于产生反噬的后果 但他还不想暴露自己的能力 紫色云雾在下一刻 竟然变成了黑色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在那一刻 霍宇浩 王东和萧萧却都清晰地感觉到了 一股宛如乌云压成成欲催的 恐怖压迫力 一声淒厉的惨叫 也从那云雾中传出 金红色的火光 只是在那乌云内闪烁了一下 就彻底地熄灭了 云开雾散 莫飞云脸色阴沉地走了出来 右手之中 正是踢着那只万年赤火猴的尸体 万年赤火猴显得软塌塌的 似乎身体的骨骼 已经被完全碾碎了似的 一闪身 莫飞云就来到了 因为受到惊吓 而脸色苍白的维娜面前 电 维娜 你没事吧 维娜抬手拍拍饱满的苏兄 呼吸依旧有些急促 没事 幸好那大顶替我挡了一下 莫飞云转向霍宇号三人 目光落在萧萧身上 恳切地道 萧萧 谢谢你及时出手 不然维娜就算不被那赤火猴抓走 也肯定会受伤 都怪我 是我大意了 没想到这赤火猴群竟然如此阴险 萧萧嘻嘻一笑 道 同舟共计马 莫大叔您别客气 维娜此时情绪已经平复了几分 赶忙快步上前 来到萧萧面前 拉起她的手 道 萧萧妹妹 谢谢你 刚才多亏你了 其他人也迅速围拢上来 再看着霍宇号三人的目光 就要比先前热切了许多 就连木雪的眼神 似乎也不是那么冰冷了 王冬的光明女神叠双一收敛 目光却落在了那只赤火猴身上 金红色的毛发 荡漾着淡淡的光韵 极为漂亮 莫大叔 这只赤火猴能否卖给我 赤火猴的皮毛极为珍贵 罕见在她秀为突破万年之后 就会领悟火与光明的关系 而我的属性正好是光 如果用她的皮毛做成球皮 对我会很有好处 您开个架吧 莫飞云微微一笑 道 还开什么架 萧萧不是说了吗 咱们现在是同舟共济 刚才你们救了维娜 这只赤火猴是你们应得的 希望后面咱们还能配合默契 送给你 一边说着 她已经将赤火猴的尸体 递到了王东面前 那就谢谢莫大叔了 王东也不客气 将赤火猴接过 直接收入了自己的 储物混倒器之中 赤火猴身体不大 做球皮衣服自然不行 但这赤火猴的皮毛属性 和她的黄金之芒 左臂骨却极为相似 有相辅相成的效果 做一只护臂 却是毫无问题的 重新上路 霍宇浩三人的位置 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原本的猜忌 因为先前萧萧的及时出手 降低了许多 再加上萧萧和王东 都展现出了 魂尊秀为的不俗实力 莫飞云索性安排 他们和维娜 墓穴走在一起 霍宇浩 王东在前 三女在后 萧萧 你的武魂叫什么啊 好像是一个大帝 好坚实的样子 那赤火猴的攻击 落在上面 根本没法丝毫动摇 维娜一脸好奇地 向萧萧问道 对于这个救命恩人 她此时十分清静 萧萧道 我的武魂叫三声阵魂鼎 以防御为主 自然是结实一些的 那她的呢 维娜压低声音 指了只走在前面的王东 萧萧道 她的武魂啊 你还是自己去问她好了 维娜撇了撇嘴道 我才不要 看她年纪不大 却总是一副 生人物尽的样子 白长了一副好相貌 萧萧扑斥一笑 道 维娜姐姐 你不会是看上她了吧 维娜翘脸一红 瞪了她一眼 道 别乱说 进入星斗大森林混合区 众人前进的速度 明显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哪怕是莫飞云 这样的魂圣级强者 也不得不小心 同样是万年魂兽 实力也是天差地远 三万年以下 萧薇的赤火猴 她还能对付 萧薇再高一些 她也很难抗衡 如果换了 暗金孔爪雄 这种顶级魂兽 哪怕只是来一只 万年萧薇的 恐怕就要令整个团队 遭受灭顶之灾了 战斗也开始变得 平凡起来 幸好 刚进入混合区边缘 战斗大多数时 和千年魂兽之间发生的 而智慧较高的魂兽 自然能够感受到 他们这一行人 所带来的危险 并不会轻易靠近 就算是这样 在保持着 全身警惕的情况下 在混合区前行十公里 也花费了他们 一个多时辰的功夫 天色也渐渐进入正午了 莫飞云找了一块 地势较高 视野略微开阔的地方 大家都带着干粮 各自食用 休息 在这新斗大森林之内 谁也不敢生活 简单果腹之后 立刻冥想恢复经历 休息半个时辰后 莫飞云将众人召集在一起 道 到了这个位置 已经偶有万年魂兽出现了 不能再继续深入 我们开始横向活动 寻找合适的魂兽 傍晚之前 我们要撤出混合区 在外围区休息 明天再继续寻找 霍宇浩他们这才知道 原来莫飞云这群人 依仗着实力强横 既然不准备在晚上 离开森林了 这样无疑会大大的提升 寻找合适魂兽的效率 但危险性自然也会增大得多 休整之后 莫飞云改变了行径的方向 果然不再继续向内 而是横向一动起来 速度比之前更慢了 不时释放出 他那流云五魂探查住周围 范围性地寻找着 合适的魂兽 霍宇浩自然也不会闲着 有莫飞云在前面探查 他自然没什么压力 索性将自己的精神探测 集中在一个方向 让探查距离增加到最大 然后在横向扫描 在尽可能避开 莫飞云流云的情况下 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精神属性魂兽 通过观察 霍宇浩发现 莫飞云的五魂 和普通魂石区别很大 他这个云在魂环增幅的时候 主要增幅的就是云的强度 从最初的白色 到之后的黄色 紫色 甚至是最后的黑色 不同的增幅 云朵凝行后的威力截然不同 几乎是几何倍数的增强 可以说是千变万化 即控制 侦查与强弓为一体 难怪他的伙伴们 对他会那么幸福 可以说 这一路上超过70%的危险 都是被他排除掉的 吼 一声犹如海啸般的怒吼 突然从远处传来 莫飞云立刻停下脚步 脸色大变 转身向其他人 比出一个近声的手势 那声滔天怒吼之后 是一声尖细的鸣叫 没有先前的怒吼声那么强势 但却极具穿透性 丝毫不会被那声怒吼所掩盖 莫飞云小心翼翼地 后退到伙伴们身前 低声道 似乎有魂兽在争斗 从声音来看 争斗的两者 至少都是万年级别的 甚至有可能超过三万年 我们绕路走 快 一边说着他立刻转身 朝着外围的方向前行 而且行动比先前更加小心 散发在外的流云 收拢到直径只有五十米左右的范围内 霍宇浩的感知何等敏锐 虽然听觉不如视觉 但也隐约能够听出 怒吼传来的地方 距离他们这里至少有三公里远 宇浩 过去是和你的魂兽出现了 就在这时 一直在精神之海 沉睡多日的天梦冰残 突然在霍宇浩脑海中发出了声音 霍宇浩精神一震 吃惊得到 天梦歌 那边可是万年魂兽 难道你认为以我的修为 能够吸收万年魂环了吗 天梦冰残哼了一声 道 你当然不行 但有歌在 什么奇迹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你以为歌在和你融合之后 就只知道睡觉吗 霍宇浩其实很想说一句 难道不是吗 天梦冰残得意洋洋的道 歌哪怕是在睡觉的过程中 也一直在研究着精神力使用的方法 最近已经有了一些心得 你吸收万年魂环当然还不行 差了不少火候 不过 你的身体经过一老 那生灵之精改造后 已经相当坚韧 就算是万年魂环 在刚一吸收的时候 也不可能立刻对你身体产生破坏 我可以用精神力帮你锁住 那万年魂环的部分力量 另其只剩下千年魂环的微能 被你吸收 等到你的实力足够时 再将剩余的力量逐渐吸收进去 以你现在的修炼速度 以及几块魂骨对身体的改造 加上生灵之精的增幅 四环石 你一定就可以吸收万年魂环了 当然 封印也是有限制的 我最多能够帮你封印住 大约一万年左右魂环的魂力 而你自己目前能够吸收的极限 大约在五千年到六千年魂环 也就是说 你选择的目标 尽可能不超过一万五千年修为 就没问题 那争斗的二者之中 有一个正好适合你 赶快的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第144章 适合霍宇浩的魂兽 下 霍宇浩苦笑道 天梦哥 可是 你觉得我能战胜万年魂兽吗 还是两只 就算有玄老在 可我这么选择 难道不会让人怀疑 玄老如果质疑我怎么办 当住他老人家的面 吸收一个万年魂环 还没啥事 这是不是太奇怪了 啊 这好像也是个问题 天梦冰残也有些郁闷啊 宇浩 你在干什么 赶快走 前面的莫飞云突然发现 霍宇浩停下了脚步 不禁赶忙转身催促道 声音之中已经多了几分严厉 这里是危险的星斗大森林混合区 片刻的迟疑都可能带来 全军覆没的灾难 霍宇浩一咬牙 道 莫大叔 你们先行一步 我刚才感觉到 附近有一只适合我的魂兽 我要去看一眼 小冬 萧萧 你们也跟着莫大叔先走 我去去就来 说着 也不等其他人反对 身形一闪 脚踏鬼影迷踪就窜了出去 莫飞云一呆 这是什么情况 霍宇浩突然爆发出的速度 连他都吃了一惊 之前的战斗中 因为王冬和萧萧的良好表现 霍宇浩始终都没有出过手 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霍宇浩的武魂是什么 而此时霍宇浩闪身而出的下一刻 他的身体居然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王冬和萧萧也是一愣 霍宇浩竟然连他们都抛下了 这可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 霍宇浩确实消失了 他的消失自然是通过模拟来完成的 闪身而出的瞬间 他就模拟成了大树的形态 几个闪烁 在丛林之中哪还能看得见啊 宇浩 王冬急切地叫了一声 霍宇浩却已经没了踪影 想追都没办法再去追了 他从来都没这么不靠谱过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让他迅速脱离队伍 霍宇浩引入树林之后 就开始发足狂奔 模拟魂迹被他开启到最强的程度 在树林中 只能隐约看到一个扭曲的身影 不断地变化 闪烁 玄老有没有发现我脱队了 霍宇浩一边迅速行进 一边在精神之海中 向天梦冰残问道 天梦冰残道 好像发现了 正追过来 别跑了 跑也会被发现的 不如大大方方的 何况你也对付不了万年魂兽 霍宇浩苦笑道 那你让我怎么向玄老解释 天梦冰残很自然的道 边瞎话呗 你不是最擅长干这个吗 霍宇浩一阵无奈 怎么边啊 玄老一生研究武魂 想要骗过他也太难了吧 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霍宇浩却已经停下脚步 同时停止了模拟魂迹的释放 果然 就在下一秒 玄老的声音已经响起 臭小子 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不吓唬我老人家 你难受是不是 身形一闪 玄老就已经出现在了他身边 霍宇浩道 玄老 刚才那两声咆哮 您听到了吧 我有种感觉 其中一只魂兽 正好适合我融合成为魂环 是少见的精神系魂兽 玄老没好气得到 放屁 那两只都是万年魂兽 从气势上就能辨别出来 你是突破魂尊 不是突破魂王 你能融合万年魂环 霍宇浩心念电转 道 玄老 您也知道 我是唐门弟子 我选择的路也是唐门 在我们唐门之中有一种秘法 可以镇压魂环强度 您听说过吗 编吧 不编能咋办 这个机会说什么他也不愿意放过 找了这么多天了 好不容易发现了合适的存在 霍宇浩对天梦冰残的感知 自然是深信不疑的 玄老愣了一下 道 唐门还有这样的秘法 我还真没听说过 霍宇浩道 我们唐门的这种秘法 只适合于精神力足够强大的魂尸 并且只是在五环以下有效 目前唐门之中也只有我一人能够使用 这种风环秘法 能够将魂环的威力暂时封印住 只吸收一部分 剩余的在随着修为的提升慢慢同化 我现在已经有三块魂骨了 对身体承受力提升极大 再加上这风环秘法 只要魂兽修为不超过两万年 我都有尝试的可能 而且 融合魂环时 魂尸自身的意志力很重要 这方面我也有自信 好不容易让我感知到合适的魂兽 玄老 我想试试 玄老成因片刻 道 当年 你们唐门先祖唐三的魂环 似乎就是超越极限的存在 难道就是用的这风环秘法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没想到唐门还有这样的绝学存在 可惜却断了传承 霍宇浩听玄老这么一说顿时大喜 他也没想到自己编造的理由 居然还真能和现实靠得上 那还不连连点头 玄老咒没道 可是 你怎么不带住王东和萧萧一起 老夫又不会分身术 怎么同时保护你们 嗯 霍宇浩挠挠头 道 当时感受到那强烈的精神波动后 我也没想得太多 莫大叔又催得急 我就赶快跑掉了 萧萧和王东跟住他们团队 危险性应该不大吧 要不 您去把他们接过来 我在这里等住 霍宇浩的话不能说没有破绽 如果他是一个成年人 玄老多少会有所怀疑 但他毕竟还不到13岁 一个不到13岁的孩子 有些冲动 有些不严谨 这才是正常的 玄老道 也只有这样了 有杀错 没放过 你在这里等住 我先把那两个小家伙接过来 用你的模拟 把自己掩护得好一点 刚才老夫都差点走了眼 幸好 你身上的魂力波动 还不能被模拟所掩盖 说完这句话 玄老已经闪身而出 瞬间就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霍宇浩只觉得背后冷汗直冒 边瞎话果然不是人干的事啊 这一番谎言虽然没有任何恶意 却让他感觉到比恶战一场还要艰难 就在这时 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突然出现 伴随着怒吼同时出现的 还有排山倒海般的恐怖冲击波 霍宇浩清楚地看到 自己左前方大片 大片的树林如同鸽麦子一般倒下 一个极为雄壮的身影也是纵欲而至 轰然落地时 竟然引起大地一片震荡 以霍宇浩现在的修为 竟然感觉到一阵晕血 脚下不稳 跌倒在地 那巨大的身影正是朝着他这方向而来的 此时霍宇浩也看清了他的样子 那是一个巨人 通体生长着黑色与白色的毛发 肩膀上竟然有两个脑袋 庞大的身体足有超过十米高 两个头颅都是独眼 释放着射人的光芒 黑与白混合的光芒不断从他身上释放出来 冲击波就是由此而来 而这冲击波的释放 竟然只是为了他自己开路 狂奔 纵月以他那恐怖的气势 竟然像是在逃跑 这 这难道是独眼巨人中极其罕见的变种 双子独眼巨人 关于双子独眼巨人的知识 霍宇浩还是听玄老讲述过的 在外院的学习中还没学到这等强悍的魂兽 独眼巨人在魂兽中算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存在 除了额头上只有一只独眼外 其他的地方都长得和人类没什么区别 他们甚至会用树枝和藤腕编织衣服 护住自己的下体 只不过 独眼巨人的身材就要比人类高大得多了 他们一出生就有两米高 修为达到百年时 身高能够长到五米开外 这就已经算是成年独眼巨人了 这时候身高增长的速度才会减慢一些 等修为到了千年 独眼巨人的身高能够超过八米 如果修为达到万年的话 身高甚至能够长到十五米开外 但也因为他们的身材巨大 太过明显 很容易成为一些强大浑兽的猎物 所以 十万年独眼巨人几乎是不存在的 他们的脑浆对于一些浑兽来说 乃是大捕之物 而这些浑兽 无一不是有着顶级血脉传承的存在 眼前这只独眼巨人 虽然身高只有十米左右 但霍宇浩却完全可以肯定 他的修为超过万年 在浑兽修炼的过程中 万年是一个极大的门槛 一旦跨越过万年 浑兽的实力就会暴增 其中有一部分浑兽 在突破万年时 就会产生变异 譬如赤火猴 像赤火猴的进化 在那个族群之中 就是必然会出现的 独眼巨人的变异 却并不是必然会出现 而只是有可能出现 而且变异的方向不止一种 但其中最强的 就是眼前霍宇浩所见到的 双子独眼巨人 双子独眼巨人 本身的属性 乃是罕见的混沌 属性并不明确 会随时发生变化 而变异成为双子独眼之后 它的属性上 就发生了根本转变 甚至连身体都会有所缩小 并且长出第二个头颅 这双子独眼巨人 乃是极其罕见的光明 与黑暗共同体 实力之强 已经可以进入 顶级魂兽范围了 可是 如此强大的双子独眼巨人 又是被谁追得落荒而逃呢 第145章 帝皇瑞兽三眼精迷上 辨别出双子独眼巨人 令霍宇浩 有种学以致用的快感 甚至心中还在思考 是怎样的强者 令双子独眼巨人 都要落荒而逃 可这个念头 只是在他脑海中 一闪而过 快感也随之变成了惊恐 因为那双子独眼巨人 已经到了他前方百米范围了 而玄老此时去接 王冬和萧萧尚未回归 这是什么运气啊 霍宇浩 大有几分欲酷无泪的感觉 这个时候 他想跑都有些来不及了 那双子独眼巨人 一步跨出 就能冲出五十米 两步就要冲到他面前了 而且那冲击波 来得更加强横 恐怖 一个不好 他不死也要脱层皮啊 无论是魂倒气加速 还是鬼影迷宗部 都根本不足以 从双子独眼巨人狂奔的路上 闪避开来 丰富实战经验 养成的反应能力 在这个时候救了霍宇浩 一个充满血色的红色魂环 带着四道金丝 骤然出现在他身上 属于冰地的那份滔天凶威 在一瞬间迸发而出 碧绿色的光芒 也在这一瞬冲踢而起 通过模拟 霍宇浩将冰壁帝皇席的气息 释放得淋漓尽致 四十万年魂兽的恐怖凶威 令他的气息 一下就变得无与伦比的强横 与此同时 冰皇护体所化的钻石兵甲 也在瞬间覆盖全身 他已经做好了被冲击的准备 他身性 以玄老的速度 只要自己顶住一下 必然就能等到他老人家来源 霍宇浩的模拟魂迹 所能模拟出的乃是冰帝的气息 由于冰帝本身就是他的第二武魂 本源又在他的体内 模拟起来那绝对是唯妙唯孝 如果只是百年和千年的魂兽 单是这份气息 就足以令他们落荒而逃 当然 他的模拟也并非全无破绽的 他的修为和冰帝相差太远 模拟出的也只有气息 而没有真正属于冰帝的那份气息 如果是冰帝本体在这里 仅仅凭借气息 就足以让这不够万年秀为的双子独眼巨人 贪婪在地不敢反抗 但是 运气终究没有完全抛弃他 正常情况下 这头双子独眼巨人 最多也就是被他吓一跳 然后立刻反应过来 可惜的是 眼前这头双子独眼 却并非正常状态 而是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慌之中 这就令他根本没有去仔细判断 突然感受到一股比背后 追击自己更加凶悍 而且凶悍到他根本不敢抵抗的气息 双子独眼下意识地立刻就转变了方向 第一脚踏出 他距离霍宇浩本来就只有50米了 但是第二脚在踏出时 却偏转了方向 斜向冲了出去 尽管他自身带起的强横冲击波 依旧将霍宇浩震飞 但霍宇浩却是大喜过望 在冰黄护体的保护下 他根本就没有受到半分伤害 一个翻滚就已经藏到了树林之中 紧贴一株大树 气息瞬间变化 模拟植物的气息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也就在这时 追逐双子独眼的那道身影 终于出现了 那是一道金色流光 就像是一颗小太阳 在丛林中奔腾一般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中 只是感觉到光芒一闪 一头生物就出现在了 先前它所在的位置 用力地嗅住什么 这是一只在霍宇浩记忆中 从未存在过的浑兽 身长三米开外 尖高八尺 全身覆盖着一层灿金色的毛发 霍宇浩之前 所见过的赤火猴毛发 已经相当漂亮了 但和这只浑兽比起来 却差了太多 同样是金色毛发 这只浑兽全身仿佛 是半透明的水晶一般 充满了奇异的质感 整体形态很像狮子 但四爪如龙 每一只龙爪下 更踏着一团惊艳 嘴也比诗类浑兽要长一些 毛发之下 似乎竟是细密的金色鳞片 除了正常的双目之外 他竟然还有着 第三只眼睛存在 和霍宇浩的生灵之眼 有些相似 同样也是树童 两只正常的眼睛中 闪烁出的是金色 而这只树童中 散发出的却是红色 带着几分妖艺的红色 略做停留之后 他的大头转向之前 双子独眼逃跑的方向 身形一闪 化为一道金光追去 天梦 这就是你发现的 适合宇浩的魂兽 你想让我们大家都一起死 你就直说 冰地冷冷的声音中 带着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怒火 在霍宇浩的精神之海中响起 啊 我只是感受到 适合宇浩精神波动的 魂兽气息而已 而且修为我判断的也没错啊 这家伙 也就是一万五千年左右的境界 从理论上说 嗨嗨 理论上 天梦冰残的变白 明显有些无力 冰地怒道 理论个屁 你信不信 要是杀了他 整个星斗大森林都要沸腾了 这种帝皇瑞兽 在任何魂兽世界中的象征意义 都是无与伦比的 哪怕是十万年魂兽 看到他也要绕住走 别说宇浩根本吸收不了 他所形成的魂环 就算是能吸收 难道能逃得过 整个星斗大森林 最强凶兽们的追杀 霍宇浩听到这里 却是一头雾水 天梦歌 冰地 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只魂兽究竟是什么 居然会那么麻烦 能让四十万年修为的兵 要为之忌惮的存在 却只是一只 修为一万五千年的魂兽 他实在是有些 无法理解了 冰地沉生道 他叫三眼金尼 真没想到 你居然能碰到他 别看他只有一万多年修为 但其实力之强 应该可以和普通 十万年魂兽抗衡了 他拥有着极致之火 和极致之光的双极之属性 听到双极之属性 这几个字 霍宇昊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这三眼金尼 恐怕已经不能用 顶级魂兽来形容了吧 一万多年的修为 实力就能和十万年魂兽相比 那是何等恐怖 冰地继续道 他最强大的地方 还不是自身实力 三眼金尼乃是上古瑞兽 在上古时代 我们魂兽统治住大陆 偶有瑞兽出现 必被尊为帝皇 所以瑞兽也被称之为 帝皇瑞兽 在整个大陆上 瑞兽绝不会同时出现两只 也就是说 你刚刚所见到的 这只三眼金尼 应该是大陆上唯一的锐兽 无论实力多强的魂兽 在他面前 都只能公顺地膜拜 而绝不会去伤害他 被他选中作为食物的魂兽 除了逃跑以外 也绝不敢反抗 霍宇昊好奇地道 为什么 难道连你们这些超级魂兽 也不是他的对手吗 你不也是极致之兵吗 秀为又远超过他 如果碰到 应该不怕他才对啊 冰地的情绪 明显有些不稳定 激动地道 我当然不怕他 但如果他是出现在 我们极北之地 我也要对他鼎礼膜拜 尊重他 何谓锐兽 祥瑞之兽 有锐兽存在的魂兽栖息地 所有魂兽成长的速度 都是正常的一倍 十万年魂兽达到瓶颈后 突破的几率提高一倍 如果在我们极北之地 有这样一只锐兽存在 我又怎会成为你的武魂 霍宇昊呆呆地道 也就是说 有他在的地方 魂兽修炼五百年 就能变成千年级别 冰地冷哼一声 不错 你想想 如果有谁敢动他 这星斗大森林的魂兽 会怎样 而且我敢肯定 这三眼金尼身边 一定还跟住 凶兽级别的守护者 天梦这个笨蛋 让你把他当成目标 不是让我们一起去送死 是什么 这一声淒厉的尖叫 突然响起 霍宇昊脸色大变 失声道 坏了 二剧烈的轰鸣声 从远处传来 整个星斗大森林 都仿佛在山摇地动一般 立笑 怒吼不断 浓烈的魂力波动 化为滔天威压 令霍宇昊 甚至动弹不得 那一声淒厉尖叫 令霍宇昊 想到了一个可能 玄老恐怕和那三眼金尼 对上了 原因很简单 前一刻 他释放出 冰壁地黄蟹的气息 玄老肯定知道 是他干的 必然会加速赶来 然后就发现 自己的气息消失了 再加上三眼金尼 刚刚从自己先前 所在的位置掠过 玄老怎能不急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霍宇昊突然释放出 冰地气息 玄老就知道坏了 不是遇到 完全无法抵御的强敌 以霍宇昊现在的修为 怎会用十万年 魂兽气息吓唬对方 而下一瞬 这股气息居然就消失了 意味住什么 意味住 这个史莱克学院 未来的希望 很可能在强大的 魂兽手中破灭了 玄老经历了 上次史莱克学院 正选队员 险些全灭的教训后 本来就有些神经过敏 再加上霍宇昊 对于史莱克学院的重要性 令他心神大乱 将自己的感知释放开来 第一个发现的 就是三眼金尼 说起来 先前玄老告诉霍宇昊 用模拟魂机隐秘的时候 有魂力波动才被发现 这会儿霍宇昊 完全停止了 自身魂力运转 并没有被玄老 在第一时间发现 也是造成误会的重要原因 三眼金尼刚刚追上 奔逃的双子独眼巨人 还没等他发力 玄老在盛怒之下 大招就落了下来 这也是霍宇昊 听到嚎叫 和山摇地动的重要原因 第145章 帝皇瑞兽三眼金尼 终 玄老乃是98级的超级斗罗 距离极限斗罗 也只有一线之隔 作为史莱克学院 当之无愧的第二高手 他的全力爆发 何等恐怖 双头独眼巨人瞬间就化为了鸡粉 三眼金尼见机得快 即使后退 却也被余波轰飞 受了重创 别说他还不是真正的十万年魂兽 就算是十万年魂兽 在玄老面前又怎能讨好 力笑声就在下一瞬响起 一道暗红色的身影 悍然而至 挡住了玄老接踵而出 准备收割三眼金尼的攻击 剧烈的轰鸣声中 玄老终于在空中落下 他身边还带着王东和萧萧 多少有些顾忌 而那冲过来的身影 也被玄老 滔铁神流的距离 轰击地倒飞出百米 但却依旧挡在那三眼金尼身前 三声愤怒的力笑同时发出 定下身形 才能看清这只浑兽的样子 身长超过五米 生得极为雄壮 也有些像狮子 但他却有三个一模一样的大头 每个头都有超过一米的直径 恐怖的拳齿 释放住赤金色的光泽 那三个大头同时一声怒吼 方圆十里之内 所有魂兽全部匍匐在地 不敢烧动 这边传出的巨大声响 也影响到了远方的墨飞云一行人 霍宇浩突然离去 本来令他们十分不满 但转瞬之间 一道黄光闪过 他们甚至都没看清楚 王东和萧萧就也消失不见了 就在这时 霍宇浩释放出的兵地气息 以及那一连串的怒吼 爆炸声 令这群秀为不弱的魂师们 一个个脸色煞白 他们心中甚至怀疑 这真的是混合区而不是核心区吗 墨飞云带着众人掉头就跑 那还顾得上寻找什么魂兽 世王 看到那头怒吼连连的魂兽 玄老的脸色也变得沉宁起来 并没有继续攻击 你是史莱克学院的那个家伙 那姓如狮子的三头魂兽 居然口吐人言 但声音中依旧充满了愤怒 玄老低吼道 世王 看在我们学院与你们 心斗凶兽的协议 我不难为你 你让开 把后面那的金毛狮子交出来 他心中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致 霍宇浩要是死了 他怎么跟木老交代 站在玄老身后的王东和萧萧 也是脸色一片苍白 尤其是王东 此时此刻 他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内心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似的 剧烈的痛苦化为泪水 滂涂而下 就是这么转瞬之间 宇浩 宇浩他竟然 世王怒吼道 混蛋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你敢动他 就是和我们心斗大森林的 全体魂兽为敌 玄老冷冷地看住赤王 我不管他是谁 我只知道 他杀了 甚至是吃掉了我们 史莱克学院最重要的弟子 你应该明白 虽然你在十大凶兽之中 排名第八 但还不是老夫的对手 如果你想给他陪葬 我不介意 反正回去之后 我也没办法向学院交代 索性就杀个够本 一边说着 玄老就抬腿向前迈出一步 恐怖的气势 顿时如同山岳般 朝着赤王重压而去 等一下 赤王有些急眼了 虽然他的修为 已经突破了三十万年 在十大凶兽中名列第八 但确实不是眼前 这个人类的对手 现在发出球员信号 已经来不及了 星斗大森林的顶级强者们 想要从凶兽驱赶来 也需要时间 而眼前这个人类 根本不会给他那么多时间 等什么 玄老冷冷地说道 世王道 人类 你不要动手 我身后护着的 乃是星斗大森林的帝皇瑞兽 也是当今大陆上 唯一的一只瑞兽 如果他死了 整个星斗大森林都会发疯 玄老心头一震 瑞兽他虽然听说过 但在他的记忆中 那只是出现在 传说中的存在而已 我不管你们发不发疯 反正老夫现在就要发疯 玄老没有退缩 霍宇浩的死 已经完全令他乱了方寸 你听我说完 世王急切地说道 帝皇瑞兽 名叫三眼金尼 一般来说 除非是你们人类 主动攻击他 否则他是不会 主动攻击你们人类的 他的食物 只会是拥有 光明属性浑兽的脑浆 你等我问问 他是否真的杀了你的人 面对生病危急 尤其是三眼金尼 要面临生死存亡 哪怕是身为凶兽 世王也不得不 在玄老面前服软 听他这么一说 玄老终于冷静了几分 是啊 霍宇浩真的死了吗 正在这时 一股强势的恐怖气息 突然出现了 就从不远处释放出来 那凶残的意念 分明是另一只 凶兽的气息 感受到这个气息 无论是玄老 还是世王都愣了一下 世王心中大为疑惑 这是和自己一样的 超级浑兽 可是 这个冰冷的气息 怎么如此陌生 刚才好像就出现过一次 但不等自己去寻找 一瞬间就消失了 玄老却是在待至一瞬后 大喜过望 这分明就是霍宇浩 模拟十万年浑兽时的气息啊 他没死 霍宇浩当然没死 他的反应之所以慢了点 是因为在两大强者对峙时 所释放的恐怖威亚面前 他想过去告知 也要有难能力才行啊 在冰地的提醒下 才在被压制的无法动弹情况下 再次模拟出冰地气息 将自己还活着的消息 传递了过去 玄老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世王不明白啊 但是 在他看来 有凶兽赶来 对他和三眼金尼总是好事 秀为超过十万年 浑兽的智慧 还要超过普通人类 彼此之间 也绝不会轻易发生争斗 更何况这里 还有所有浑兽 都必须要亲力保护的瑞兽仔 他深信来者 一定会帮助自己 和两大凶兽之力 他可就不怕玄老了 就算不能赢 护住三眼金尼 也是毫无问题 一声低沉的咆哮 同时从赤王三的大头中吼出 浓烈的暗红色光芒 也从体内喷发而出 他那三的大头 仿佛长大了一圈似的 有种湿山血海的味道 直奔玄老迎面扑来 他那一声大吼 相当于使用浑兽通用语在喊 瑞兽在此 素来保护 在有足够力量与敌抗衡的情况下 身为十大凶兽之一 犬类浑兽帝王的三头赤魔傲赤王 又怎会和一个人类妥协 玄老感受到霍与浩 未死心中大定 立刻有了计较 也是仰天一声怒吼 献出了饕铁神牛本体 两大强者悍然碰撞 令赤王无比郁闷的情况发生了 刚出现的那比自己 还要强胜几分的凶兽气息 居然一闪而逝 再没有了动静 而他在想向玄老开口交涉 玄老却不给他机会了 结果毫无疑问 在玄老强大的实力面前 哪怕是身为凶兽 赤王也只能勉强自保而已 在自保中节节败退 不过 除了玄老在圣路之下的权力一击之外 他和赤王都有所收敛 以他们的实力 如果权力相拼的话 对于星斗大森林来说 绝对是一场灾难 而这时谁都不想看到的 包括玄老也是如此 浓烈的黄色光芒 粘稠如液体一般 一座大地之力 凝结而成的囚龙骤然升起 将赤王牢牢地锁在其中 赤王三个大头疯狂咆哮 暗红色的毛发上 涌现出一道道黑色纹路 宛如火山爆发一般 试图冲破这个囚龙 而也就在这时候 玄老所化的饕贴神牛身形一闪 就已经到了那三眼金尼面前 一道亮黄色的光芒 从他双脚之间电射而出 将那重创后的三眼金尼笼罩其中 轰 赤王在不惜耗费 本源之力的全面爆发下 终于冲破了那道大地球龙 但是他却不敢再继续发动攻击了 三眼金尼神情伟顿地 被笼罩在那团皇宫之中 赤王很明白 如果玄老愿意 那强横的吐戏能力向内挤压 就能要了三眼金尼的命 三头六目牙刺欲裂 赤王怒吼道 你敢 你敢杀瑞兽 我们星斗所属 必定让你们人类世界生灵涂炭 玄老重新幻化回人形 淡淡地道 谁说我要杀他了 一听玄老说不杀三眼金尼 赤王顿时冷静了几分 他也是有着极高智慧的存在 陈生道 你带怎样 玄老淡然道 不怎样 你给我找一只品质绝佳的 一万五千年修为左右的 精神系魂兽来 把他换走 赤王一呆 这叫什么条件 和瑞兽比起来 一万五千年修为的精神系魂兽 简直就是萤火之鱼好悦啊 他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 如果玄老说 让他弄之十万年魂兽 他都不会感到意外 玄老冷声道 怎么 听不懂我的话吗 给你两个时辰的时间 过世不后 我看这三眼金尼 应该也是一万多年的修为 我不介意让他做我弟子的魂缓 赤王吉道 不可 三眼金尼乃是当代瑞兽 他的力量 根本不是你们人类所能吸收的 对你们人类也毫无好处 好 我答应你的条件就是 但你如何保证瑞兽的安全 我怎么相信你 第145章 帝皇瑞兽三眼金尼下 玄老一屁股坐在三眼金尼的身上 黄色光芒也变得更加浓烈了 世王 你要知道 你没得选择 也没有跟我讲条件的资格 我在星斗达森林北方外围边缘等你 记住 你的时间只有两个时辰 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 你们星斗达森林 与我们史莱克城 毗邻而居 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 谁也不愿意双方爆发战争 虽然我们并不怕战争 赤王三个大头的眼神连变 看住玄老一脸冷峻的样子 他那锋锐的犬牙动了动 好 我就信你一次 话音一落 他也不再耽搁 身形一闪 已经化为一道暗红色光芒 瞬间消失了 玄老就那么坐在三眼睛一身上 而王东和萧萧 此时心中的急切也早已消失了 忙不迭地就要朝霍宇浩 释放出气息的方向寻去 却被玄老拦住了 玄老向他们轻轻地摇了摇头 眼神微动 片刻之后 才再次点头 这时 没等王东和萧萧去找 霍宇浩已经贼头贼脑 小心翼翼地溜了过来 赤王和玄老对峙的强大威压消失 自然也就不能再限制他的行动了 这边没了声息 他自然要溜过来看看 而且天梦冰残也明确地告诉他 那只强大的凶兽走了 玄老 霍宇浩看到玄老坐在三眼睛一背上 顿时大喜过望 甚至开启了背后的魂倒推进器 冲了过去 玄老没好气地道 别叫我 你这臭小子差点吓死我 刚才怎么回事 你释放出十万年浑兽的气息 怎么一下就消失了 霍宇浩苦笑着 把之前自己如何遭遇双头独眼巨人 不得不用十万年浑兽气息保命 以及后来看到三眼金尼的过程 说了一遍 听了他的话 玄老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古怪 看了一眼坐在身下的三眼金尼 拍了拍他的大头 道 倒是委屈你了 三眼金尼此时似乎已经恢复了一点 冷冷地看住玄老 居然也是口吐人言 而且还是轻悦动人的女生 可恶的人类 你敢伤害我 我要你们不得好死 霉运连连 玄老黑黑一笑 一巴掌拍在三眼金尼头上 将他的头压到地面上 还用力地揉了揉 让他和泥土亲密地接触住 威胁我 别看我是第一次见到你这种瑞兽 但老夫对你这所谓瑞兽的情况 也是知道一些的 你无非就是带着奇特的上古血脉 能够通过自己的血脉气息 影响一地的天地灵气波动而已 所谓的祥瑞 都是扯淡 还让我们霉连连 你信不信 老夫现在就能把你折磨得半死不活 凶兽区那些家伙是把你当成宝 但也就是宝贝而已 要是老夫杀死你 说不定他们真会恼羞成怒 发动兽巢 攻击人类世界 可你活得好好的 别把自己想得太伟大 那些修炼了数十万年的凶兽 对你再好 也无非是把你当成一件珍宝而已 而不是帝皇 你那帝皇瑞兽的名头 不过是好听而已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魂兽 都要有些自知之明才好 你 你胡说 三眼惊妮的声音明显高亢了几分 玄老冷笑道 我胡说 我这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要是你没有利用价值 或者说吃了你的肉能长生不老 你看看那些凶兽会怎么对你 玉浩 过来 是 霍玉浩赶忙走过去 玄老道 把你的额头抵在这三眼惊妮的第三只眼睛上 放心 我会压制住他不让他反抗 不行 你敢 三眼惊妮大怒 怒吼连连 拼命地挣扎 之前所受的内伤 甚至令他口角溢出金红色的血液来 霍玉浩愣了一下 道 玄老 这是 玄老嘿嘿一笑 道 在咱们史莱克学院一本得自远古时代的古典中有记载 锐兽所在 万兽的必 其属至高 人可皆隐 祥瑞必诱 前途无量 也就是说 锐兽自身可以庇护魂兽 令魂兽修炼速度大幅度提高 不同的锐兽 属性也并不相同 像眼前这只三眼惊妮 就有多种属性存在 刚才我攻击他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他体内有光明属性和火属性 但是 这二者虽然都有接近极致属性的层次 却还不是他的主属性 他的主属性乃是精神力 如果不是那精神力作祟 我之前的一击就能要了他的命 所谓属性接引 就是用他的属性把你的属性提炼 提炼 让你身上也多一些祥瑞之气 对你未来的修炼会有巨大的好处 不过这祥瑞必诱 前途无量八个字多少有些模糊 好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需要你自己去体会了 赶快的 别乱动 最后一句话自然是对三眼精尼说的 三眼精尼原本想说的话 也因为玄老用力将他的大头按在地上 而无法说出 霍宇浩对玄老自然是深信不疑 看住三眼精尼那仿佛要喷出火的三只眼睛 缓缓贴了上去 将自己的额头向他的竖眼贴去 三眼精尼的能力完全被玄老压制住了 玄老并不知道的是 如果三眼精尼现在还有一丝力量 那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自杀 玄老更不知道 这属性接引对于瑞兽来说意味住什么 这一点 甚至同为魂兽的天梦冰残和冰壁帝皇蝎都不知道 也是瑞兽最大的秘密 在魂兽世界中 从未有魂兽胆敢去接触这个秘密 有凶兽的保护 三眼精尼那帝皇瑞兽的名号 也并非玄老所说的那么不堪 根本没有魂兽胆敢接触他的身体 三眼精尼性情暴裂 谁试图接触他 都会遭到他疯狂的攻击 当霍宇浩额头抵在三眼精尼那只树眼上的一瞬间 他和三眼精尼的身体 都是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霍宇浩额头上的生灵之眼 竟然在瞬间被三眼精尼树眼中 所蕴含的奇异力量激发 悄然开启 但因为此时他的额头已经抵在了三眼精尼的树眼之上 所以玄老 王冬和萧萧都看不到这一点 震颤瞬间之后 霍宇浩突然感觉到自己大脑一片空白 甚至连精神之海都仿佛消失了似的 而在他精神之海 以及第二十海中的天梦 冰蒂和伊莱克斯 在这一时刻同时选择了 将他们各自的力量浓缩成一点 隐藏在角落之中 一圈圈奇异的扭曲光运 包覆住了霍宇浩和三眼精尼的身体 他们彼此之间 身体竟然像是变得透明了一般 光芒若隐若现地闪烁着 每一次光芒转变 霍宇浩和三眼精尼的身体 都会轻微地颤抖一下 生灵之眼中原本蕴含着 生灵之精的庞大生命气息 竟是疯狂地倾泻而出 注入到三眼精尼体内 之前三眼精尼所受到的创伤 以惊人的速度痊愈着 而以霍宇浩和三眼精尼的身体为中心 整个星斗大森林都仿佛躁动了起来 浓烈的生命气息 在无形中朝住他们疯狂涌来 不断地注入到他们的身体之中 扭曲的光芒变得越来越强盛了 将这一人遗兽的身体包覆在内 一股奇特的力量将玄老也弹开在外 看出这神奇的变化 玄老心中也不禁有些忐忑 难难地自言自语道 不会完大了吧 这三眼精尼刚才拼命挣扎 难道说 这份接影会要了他的小命 那可就麻烦了 星斗凶兽还不跟我们史莱克拼命 古迹害死人啊 怎么反应这么大 王东眉头紧皱 眼神之中金光不时闪烁 不知道为什么 看住眼前这扭曲的光芒 他有种怪异的感觉 仿佛有什么自己的东西被分走了似的 但这种感觉又很淡 让他根本感觉不清楚 霍宇浩意识的空白渐渐恢复 他的精神之海也重新出现在他的意识感知之中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精神之海内仿佛多了些什么 整个精神之海的体积至少增加了一倍 其中更是有着一种若隐若现的气息存在 自己的生灵之眼也随之出现了变化 原本充满生命气息的生灵之眼 散发出的光芒大多数时候是绿色的 对他来说 那只是寄居伊莱克斯的地方 也帮他留存着一丝精神力 视为第二十海 生灵守望之刃也在那里 随时可以为自己所用 而此时却不一样了 霍宇浩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就像是真的拥有了第三只眼睛似的 这生灵之眼已经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中 整个生灵之眼变成了灿金色 里面的生灵守望之刃直接被排斥了出来 落在他面前的地面上 生灵之精的生命气息也还在生灵守望之刃上 并没有被剥夺 伊莱克斯的神石居然被重新挤回了自己的精神之海中 也就是说 现在的生灵之眼已经纯粹地变成了他自己的第三只眼 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而且他分明感觉到 自己这第三只眼中 还多了一份神奇的力量 这古力量究竟是什么他说不出 但却能感觉到那是一种似乎凌驾于自己 已经拥有的所有能力之上的力量 在那古力量面前 就算是兵地 天梦这两大顶级魂兽都不敢与之抗衡